这个男人头顶已经长满青青草原了 自己女友正在与一个陌生男人切磋武艺 然而这一幕 却被窗外的俩人亲眼目睹 一旁的伴娘十分同情 眼前这个绿的发光的男人 决定好好安慰一下可怜的她 俩人来到漆黑的野外 在美丽的星空下 准备大战一番 可男人刚脱下裤子 远处就射过来一根弓箭 吓得女人直呼 Oh my god 然而男人像早有预知一样 大声咒骂暗中的杀手 随即就丢下一脸猛逼的女人 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 那个杀手剑眼下四周无人 只好放弃继续追杀 只丢下一句我会找到你的话 就进入了那个正在发光的山洞中 而男人拖着半死不活的身体 也缓慢向洞穴深处爬去 这使女人担心男人的安危 也闻讯赶来 但男人却连连警告她不要靠近 随即就被吸入到这个传送门之中 而女人带着好奇心 竟也被那发光体给吸入进去 可等她再次睁开眼 时间居然又回到了今天早上 但身边的家人对此毫无感知 难道自己已经时空穿越了吗 刚好女人萨拉看见了 昨晚那个勾搭自己的男人 兴冲冲地跑过去质问她 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人纳艾斯也只好告诉女人真相 简单地说 这个凭空出现的山洞 就是个时空入口 只要任何人进入 她就会陷入时间循环 永远被困在这一天无法逃脱 纳艾斯以前就冒险钻过一次 如今一直被困住这个婚礼现场 而萨拉昨天跟着进来 自然也被困住了 每次他们睡觉后睁开眼睛 他们都会回到这一天 除了记忆保留外 其他一切都将被重置 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结束循环 萨拉听完差点精神崩溃 她可不想每天都是重复的一天 于是要求纳艾斯带着自己去找那个山洞 她劝萨拉不要做这些无用功 自己早已经试过几千上万遍 可萨拉还是一股脑钻了进去 不出意料 眼睛睁开又是同样的一天 她试图开车逃到很远的地方 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睡觉 只要能够保持清醒就有机会结束循环 但后来真的无法忍受困意 眼睛缓缓再闭了下来 当她再次醒来时 又是同一天 萨拉拉上纳艾斯 问她到底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男人早在无限循环的过程中 变得麻木 选择了安心接受她 最后萨拉甚至试图自杀 结果当然还是继续循环 纳艾斯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成功 索性就每天让自己变得醉醺醺 在麻木中寻找乐趣 两人聊到一半 萨拉突然想起了那个追杀她的老头 她到底有多大的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这么追杀纳艾斯 其实纳艾斯一开始只是一个人被困在这一天 但时间久了也会感到孤独 于是开始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 直到有一次她遇到了这个老头 两人像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 搞到了一些小粉末 两个人直接就磕嗨了 搞到最后称兄道弟 连神志都模糊了 老头感慨地说 如果能永远停在这一天该有多好 而纳艾斯则稀里糊涂地把她带到山洞里 说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当时两人都太上头了 老头就稀里糊涂地钻了进去 结果发现自己总是被困在今天 她坚定认为是纳艾斯坑了自己 所以隔段时间就来追杀她 一个老流氓遇上的小赤佬 什么死法都有 萨拉听了感慨说那可真的很惨 但问到时间循环能带来的乐趣是 比如利用时间循环来泡妞什么的 果不其然纳艾斯确实勾搭上了很多人 比如吧台服务员和酒保阿姨 她甚至试图追上新娘 然而如果想在婚礼当天追上新娘 这显然靠SL大法也是相当难的 更离谱的是 她还尝试了一些不一样的对象 萨拉听到一半忍不住好奇 纳艾斯之前有没有勾搭过自己 男人沉思了片刻 果断say了no 从那以后 萨拉试了好几次逃离今天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果断与纳艾斯一样选择躺平 俩人从此之后开始各种花式生活 跑到人家泳池里喝啤酒 来到猎场打枪 酒后驾车 甚至酒后偷开人家的飞机 来到酒吧里来一段激情双人舞 更有趣的是 萨拉随机勾引了一个伴郎 让她带着眼罩屋进到洗手间当中 玩到这还不够 俩人在婚礼蛋糕里安装了定时炸弹 上演一场正邪大战 把现场的嘉宾吓得一愣一愣的 这样一天天过去 两个人日久生情 这一天他们终于打了野战 两个人再次睁开眼睛 还在自己的床上 他们都沉浸在昨晚的喜悦中 不禁嘴角上扬 但萨拉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身后站着赤裸上身的新郎 原来就在这一天 萨拉刚刚和新郎出轨 也就是她的妹夫 一直以来她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烂人 萨拉本人对这件事也很内疚 一开始她戒酒交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她之前疯狂想逃跑的原因 也是因为每次循环开始 她都会因为刚刚背叛了妹妹 感到内心十分挣扎痛苦 后来在路上萨拉都魂不守舍 看到后方有辆警车 还假装被男人绑架 没想到下车的警察竟然是老头假扮的 萨拉则决定和她玩玩 一下子把老头撞得下半身瘫痪 这时刚好过来一个真的巡警 一发电机器把他们都给烤在路边 这件事让纳艾斯很是生气 即使他们三个虽然不会死 但是受到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 这下因为萨拉肆意妄为的举动 导致几个人都在白白受苦 萨拉听了之后反而更加恼火 俩人越吵越大声 后悔昨天就不跟她睡了 纳艾斯听了后嗤之以鼻 其实他们早就睡过几千次了 萨拉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男人不得不承认她以前撒过火 她确实勾搭过萨拉无数次 只要她在婚礼上发表一段深情的演讲 不管多少次 萨拉都会被自己哄上床 得知真相的萨拉伤透了心 她再也不想留在这一天 发誓一定要想办法离开 从那以后 萨拉仿佛人间蒸发 即使日子一天天重置 她也从未出现过 纳艾斯每天到处寻找都无果 经过这么久时间的相处 她早已深深爱上了萨拉 整个人开始丧失意志 直到她在新郎的床上 闻到了萨拉那独特的洗发水味 这才恍然大悟 终于知道为何萨拉这么痛苦 想逃离了 她跑到婚礼现场 大声呵斥新郎 甚至与她大打出手 但一切都是枉然 最后她实在不想活了 主动找到了老头 事实上老头有一段时间 没有追杀她了 这一次她没有攻击纳艾斯 而是和她谈了谈 老头现在还是很享受 有这段人生的 至少能每天看着 可爱的双胞胎孩子 在院子前玩耍 她之前之所以 如此愤怒地追杀男人 是因为她害怕自己走不出去 看不到儿子长大成人 看不见女儿结婚生子 然而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因为萨拉害她重伤后 被送进了ICU 不得不一点点迎接死亡 绝望让她第一次意识到 仅仅是和家人在一起 就很幸福了 也不在乎 每天是否过得一样了 她说那艾斯和萨拉 一起循环也是件好事 至少他们可以互相陪伴 可这时她还不知道 萨拉不见了 男人忍不住痛哭起来 老头也不惯着她 十分贴心地下了逐客令 而那艾斯觉得现在是晚高峰 开车回家会很堵 就直接让老头干掉了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 萨拉消失了这么多天 去了哪里呢 事实上俩人吵架后 她决定洗心革面 和新郎直接摊牌 然后去快餐店里上网课 自学量子力学 一开始她和我们一样 上课时会觉得 老师简直是在念天书 不小心就睡了一整天 不过她还是坚持 每天过来自学 随着一直重复的学习和记忆 萨拉终于打开了视野 那些物理工事随口而出 甚至教授都认为 她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这一天萨拉终于搞明白了 时间循环的原理 立刻就去找了那艾斯 男人当然又惊又喜 急于和萨拉和好 但萨拉则急忙给她上了一堂 简单易懂的量子物理课 简单来说 他们就像被困在一个盒子里 午夜会自动重置时间 但有一个3.2秒的真空期 如果他们能在3.2秒内 把自己和洞穴一起炸掉 他们就能逃离这个循环 但不确定出去后 是回到过去还是未来 又或者被炸死 但无论怎样都值得一试 而且自己已经 拿一头山羊做过实验了 至少山羊是真的消失不见了 然而那艾斯听后 也不管真假 她不想离开 因为她已经爱上了萨拉 想和她永远待在一起 萨拉当然也很感动 可她心意已决 执意要离开 到了晚上 萨拉也准备 好与过去的堕落说再见 她在婚礼上 向妹妹坦白了 自己的真实感受 并旁敲侧击新郎要珍惜眼前人 一切结束后 她独自来到山洞 准备在3.2秒内 按下炸弹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那艾斯还是连夜赶到了山洞 她现在明白 只要能和萨拉在一起 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所谓了 萨拉又被感动了 这一次 她和那艾斯拥抱在山洞里 在一切重置的同时按下了炸弹 那他们真的能重新开启时间流转吗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happy ending了 这一家人嚷嚷着赶他们离开泳池 原来这个游泳池是这家人的 这个家人在11月9日集体旅行 而现在时间来到了11月10日 这家人已经回来了 他们已经回到了正常的时空 从此遇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而萨拉也没有忘记老头 用短信告诉了她如何离开这里 老头以后也能见证孩子们 平凡又变患的一生了